请那个入台证 然后网上各种资料全部都填上去了 然后要放什么两寸照片啊 什么都放上去了 然后退回来了 然后退回来 他下面的移民关系 下面还写了一条 说头发太难看了 这么一个理由 中国航上日前发布影片 主题说台湾以奇葩理由 拒绝儿子的入台证申请 理由尽是 难看到是难看的 这个我也知道 在社群中发出照片 申请文件中 儿子的证件照 头发疑似缺角 上面的不合格原因 是照片头发不正常 被网友骂翻 明明是照片不合格 重新缴交就好 根本就是栽赃 实际来到摄影工作室 业者也分析 照片会被推荐的可能原因 拍摄护照签证等正式照片时 通常规定较严格 不过也会因为人工或系统审查 导致判别出现误差 线上的话的确会很比相较于人工比出现的食物会多蛮多的会比较不精准 移民署证实当事人提出补申请后已经审核通过 而申请书当中也都有载名照片相关规定 其实这名中国网红靠着来台湾旅游走遍台北景点体验日常生活 打响知名度 深受台湾网友喜爱 累积四十八万人追踪 这回却因为入台证引发争议 更让平时支持她的粉丝超生气 恐怕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怀日新闻陈一维 蔡志敏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